我們來看一下樂透彩中獎機率 這個部分要怎麼去統計它 那中獎機率特別注意 因為我將來 我會需要插入函數的時候 用到剛剛用過那個COUNIF 那COUNIF呢 特別注意就是它會需要告訴我兩個資料 兩個訊息 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範圍 一個參數是條件 那這個條件基本上就是這個號碼 在某個範圍出現過 那這個範圍部分當然我們可以選取 比如說你優標放這邊之後 點到這裡之後 那你可以把這個 再選這個 往下捲動 然後再按SHIFT鍵 再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有沒有 那它會就是選到這個範圍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這個範圍 D到J OK 然後再切回來Criteria 這個時候再把這個1給它 這個時候就算出幾次 17次 有沒有 不過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我是建議以後 如果你的範圍 不是在那個什麼 你這個範圍 不是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我建議你這個範圍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話 以後按F3 用選取的方式 來存取某個範圍 會更簡單 那這什麼意思 做一次給各位看 那你可以這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的話 我們預先可以把這個什麼 比如說我等一下一樣要選這個範圍 定義 定義 定義成叫什麼 比如說開獎101 好了 比如說這邊的話 給它一個叫開獎101 OK 意思就是說 第101年的開獎 那你想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不打一個101就好了 不 101 對 特別是因為名稱裡面 它不能用數字 開頭 所以前面有講一個開獎101 那後面的話 這個把它控制一下 因為等一下 Enter 這個範圍呢 以後就叫開獎101 那這個範圍 有沒有這個範圍 以後的話呢 我們叫做開獎102好了 然後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 油標放這邊 把那個 它的名稱輸入 按Enter 好 這個時候呢 這個叫開獎102 那可以在哪邊找到 他們的相關的訊息 你可以在公式裡面 有一個叫名稱管理員 那這個名稱管理員 其實就是規範什麼 規範就是你做完的這個名稱 到底在哪裡 那你要找到它 或者修改它 你可以油標放這邊 它會先框起來告訴你 你這個範圍對不對 如果不對的話 你可以去做修改 修改完之後 還可以打勾 還可以更新 那如果這個名稱 以後用不到 你可以刪除 OK 那以後呢 我們先把那個 名稱定義好 其實這有點像資料庫的使用 可以有就是參考到這個範圍 那以後怎麼存取它 其實非常簡單 記得按F3 F3 那使用方法 其實我試一下 就是插入 這個剛剛用過Conif對不對 然後按確定 剛剛是切到前面選取 其實如果大範圍選舉 我很強烈建議各位用這一招 F3 有沒有 F3 開獎101 就過來了 那這個好處是第一個 這個名稱你看得懂 第二個 F3 那如果你有很多很多個範圍 以後就一直F3 F3 F3 那那些範圍你都看 你都懂 不然的話有時候你跨很多工作表 一堆很長的名稱 然後 那個範圍你又看不懂到底是什麼 其實很容易做錯 反而這個方法 非常好用 那這個方法什麼時候會用到比較多 像那個 尋找與參照 就是說像V2卡人數有沒有 就強烈一定要用那個 就是名稱範圍 因為你參考到某一個範圍 所以你按列F3 你就可以把那個範圍抓過來了 尤其是要查詢 尤其這個比較像是用在資料 把ECO當資料庫來使用的時候 你要查詢任何資料 大部分都會先定一個名稱 再用F3去存取它 後面還會再用到 那後面的動作都一樣 Quatira1 這個Quatira1 可以按確定 但是它是17次 並不是它的什麼機率 所以我們的機率應該什麼 除以多少 除以總共的嘛 總共有幾個數字 所以總共有幾個數字 很簡單 這邊Ctrl C 那我講過啦 因為我們要算裡面有幾個數字 其實或者是算有沒有資料 其實都一樣 所以你用Counts跟Counts A的結果 應該都一樣 因為反正都是有資料的 OK 而且都是數字 那你可以什麼 把Counts刪掉 然後呢 因為它只要一個條件 所以不需要第二個 按打勾就可以了 它的好處是什麼 其實比較好改 有沒有機率 那機率算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做出格式 格式是衍生性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希望最後看到長這樣子 萬分之多少 萬分之多少 所以萬分之多少 使用的方法 其實就是在這裡 自訂一下 五個問號 斜線 萬分 然後把那個前面的問號 把你的資料帶進來 放在問號裡面 就是在乘上一萬的結果 幫你顯示在這邊 所以我們做法上面怎麼做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在儲存格式裡面的數值 OK 數值裡面 自訂一下 那自訂什麼呢 因為我要五個問號 12345 空一格斜線 空一格 後面加一個萬 就會幫你產生萬分之多少 萬分之245 OK 確定 那把它點兩下 你的機率就算完了 那102年怎麼算 其實非常簡單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一下 再取消 因為我不是要打勾 我不是要修改 我要取消 我只是要複製它取消 移到102年 把它貼上 修改呢 102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把它當名稱的話 有時候還蠻方便的 因為改一下有沒有 OK 打勾 好 出來 那格式呢 不用重做 怎麼做呢 常用裡面不是有刷子嗎 這個刷子點一下是複製一次 不是 點兩下 是連續複製喔 不過我們只要複製一次 會點它一下 再點這個 不是更正一下 應該是先 優標先放在這邊 然後點它一下 再刷這邊一下 它就會把格式透用過來 對不對齁 這個複製格式還蠻好用的 很多地方只要做一次就好了齁 好 那再來就是什麼 點兩下 合計很簡單嘛 等於什麼 把這兩個的機率 把它加起來就好了嘛 這個加這個 那我就知道 兩個年度的機率 那排名怎麼算呢 排名用rank 那rank的話 插入函數 裡面你就一樣找到統計 R的地方 所以往下 找R開頭的 OPQR OK 那R的話 rank會有兩個 請記住用rankEQ 不要用rankAVG 為什麼呢 因為rankAVG很有趣齁 它這個rankEQ指的就是說 跟我們平常用的rank排名是一樣的齁 那當然 rankAVG實際上 它如果兩個同名的話 比如說一二三四 有四個名詞好了 如果說兩個 第二名的分數一樣的話 rankAVG 我看一下說明還蠻有趣 它變成第二名 如果兩個同分 會變成第一個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叫做2.5名 2.5名 第四名 那這樣很奇怪 什麼叫2.5名 所以會不會有兩個2.5名 所以如果同分的話 如果假設你用rankAVG 那rankEQ的話 它會比算要順序 反正呢 哪個在前 所以它還是會有 如果即便同分的話 它還是不會有像剛剛AVG 它有2.5的這種問題 那就是我們rankEQ 那如果2007以前的版本 它只有rank 沒有這兩個分別 OK 沒有rankEQ 那裡面的話 當然 它的 合計 參考的範圍 參考哪個範圍 合計的範圍 那我一樣 大家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Ctrl-Ship 向下 或者你往下去選舉 它也可以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甚至你可以把合計 也乾脆建一個名稱算 然後按確定 OK 排名出來了 但是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這個範圍不能跑掉 所以把你這個合計的範圍 記得按F4 其實按兩下 比較標準 沒差 OK 就把這個範圍呢 鎖列 列把它鎖住 打勾 點兩下 排名就算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101年跟102年的 幾率最高的 其實 當然你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參考一下 下課的話 可以去熱透 可以去切 沒有關係 之前我就遇過一個學員 他就是 專門跑來問我 怎麼算名牌的 想說這個跟那個沒有關係 只是教你怎麼去算統計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大概就是幾個 第一個 名稱定義一下 所以你要先到前面去定義名稱 再利用F3 記得按F3 它就會跳出我們要的東西 去做統計 第二個就是那個名稱定義 這個定義一下這個 格式 相關的畫面 如果說你剛剛來不及記的話 沒關係 在雲端上都有這支畫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